解说员细心介绍古迹历史 在台日本人华联应援团 周日上午来到松原别馆 园方特别安排手座串珠要使劝活动 让他们留下纪念小物 日后更能想起华联 主要的目的就是我们自己来华联 向华联的所在的住民表示慰问 我们自己来参观华联 这样通过这些行动 我们要鼓励他们的准备 其实我们接到这样的讯息的时候 是蛮开心也蛮感动的 就觉得说有这么多的人 还是来支持华联 日籍游客的实际支持 让原方相当感动 但参观到一半 竟然还有神秘嘉宾惊喜现身 一下车握手致意 嘘含问暖 副总统萧美琴上任后 首度回到华联 就是为了表达对华联振兴团的感谢 片山代表自己率先 这个炮砖领域 那也邀请了许多的日桥 一起来共襄盛举 来花莲旅游消费 同时新一旺能够透过美丽的景色 以及他们所拍的许多的照片 回去吸引更多在台湾的日桥 亲自陪伴旅游团 逛松原别馆 萧美琴还和大家晚起护赠礼物 最后合影留念 对于因为有人不满 傅昆琦发起抵制花莲旅游 她特别呼吁 不要用政治角度来看待 花莲还有许多其他 值得大家来游玩的地方 那大家现在也需要很多的温暖 那我们就不要用政治的角度来看待 大家一起努力让台湾更好 面单微笑 小美琴深深一鞠躬致谢 0403强镇重创花莲 在台的日本人用实际行动 响应灾后复兴观光活动 明时新闻赵永博花莲报道 Covid-19来势汹汹 明时新闻为您提供 最正确的防疫资讯 赶快拿起MOD遥控器 自选50 自选20 加入明时新闻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